随着国产汽车市场的迅速发展 越来越多国产品牌在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越说到新能源市场 特斯拉品牌凭借炫火的汽车外形和尖端的核心技术 造计了它新能源市场的霸主地位 但最近国内有一款电动超跑的上市 让特斯拉地位受到了威胁 这款号身在外形上吊打特斯拉的国产电动超跑 真的有那么牛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一款来自国产品牌长城花冠旗下的电动超跑 名字叫前途K50 可能很多人对这一品牌比较陌生 但是它独一无二的标志恐怕很多人都看到过 一只栩栩如生的蜻蜓 这样的车标设计无疑是很新颖的 外形方面 这辆前途K50的设计师可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车身线条流畅 很有超级跑车的范儿 车头很低矮 这点很符合跑车的特性 纯黑色的进气格身 和科技感十足的车头灯连接在一起 视觉上给人一种很霸气的冲击力 车身侧面设计很有跑车的流线型 微字型的进气孔是跑车中常见的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 该车尾部的设计很吸引眼球 贯穿一体式的尾灯造型 原则度极高 不能不说这样子的外形 绝对足以吊打市场上的所有新能源车型 虽然价格可能会在60万以上 但是这样炫酷的外形的确值这么价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